去年我做过一个视频 说的是北京一家移民中介咨询公司 给我发邮件 想在我的频道里面打广告 开价就是一半块人民币 当时他们给我发的邮件里面 提到了很多已经在和他合作的频道了 我一看好家伙全部都是反贼 我经常在推上观察知人反贼 我发现他们不管是什么反华的 还是今日的 还是给美国舔定眼的 最终的尽头都是移民黑中介 平时我找职人素材的时候 也经常会看到他们的内容下面 有移民公司的广告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 有些润美职人混的是太惨了 天天在盯胖子广场上挂逼 搞得有移民中介在推特上抱怨 说希望推特的管理员封杀那些低端的职人润狗 因为他们在推特上天天晒自己 吃了上顿没下顿 天天找不着工作 活得不人不鬼的内容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移民生意推广 所以说好多反贼职人 以为自己所谓的独立思考 自己批评政府 什么如何批判老共 自恨自辱 觉得中国人都不行 外国人好棒棒 那是很高级的 是真正脱离低级趣味 要跟中国人彻底断绝关系 其实这帮人在反贼的眼里 就是一根大韭菜 最终都是要被嘎的 最近我得到了一段音频 是一位曾经原次郎的粉丝口述 自己是如何去了美国的故事 非常的劲爆 咱们来感受一下什么叫 反贼的尽头是移民黑中介的这句话 我跟你之前的嘉宾不太一样 他们不是留学生 就是高薪工作 我在美国是真正真正的底层人 但是我现在也回不了中国了 大概两年前 我还是一个非常崇拜美国的恨国党 但是现在我是一个反美积极分子 我先跟你说一下 为什么我会想要来到美国 几年前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是在国内一个二三千城市的 一个高中学校大老师 跟我老婆有一套小房子 日子过得还行 不富裕 但是还算比较安稳 平平淡淡的 我是因为什么开始有了恨国的思想呢 偶然的一个机会 让我学会了上外网 就看到一些比较让我正经的新闻 其实油管的推出机制就是 如果你是中文用户 他就会默认跟你推送繁华的内容 一开始我看了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 然后我就去搜是不是真的 然后就搜到了一个讲历史的 新元的那个 你看之后觉得他讲的 特别幽默 后来就慢慢喜欢看他的视频 他的视频价值观就是 把中国历史上很多英雄 都给抹黑一遍 然后把美国一顿乱垮 他把美国做的坏事都给洗白了一遍 因为你唱了他之后 我就开始慢慢走上了甜美 崇拜美国的道路了 后来在国内平台就只看抹黑中国的言论 那时候互联网比较宽松 工资比较多 我那时候特别崇拜一个就是 姓元的 还有就是姓方的 姓王的 他们几个在那个时候可以呼风唤雨 万人惊扬 官方说话都没有他们有碰量 他们都打着为天下长城发声的口号 一遍抹黑中国 一遍吹美国 日本 欧洲 甚至是印度 只要是国外 基本上都会比中国好 最终我就蒙发了一个想法 就是移民美国 然后我就去跟我老婆说了我的想法 他就说我是神经病 他觉得中国蛮好的 干嘛要移民 我当时就觉得他已经无药可救了 因为那个时候 中国在我心中已经不是人住的地方了 我的精神祖国就是美国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老婆肯定是被洗脑了 可他矛盾也越来越大 然后有一天 油管看姓元的视频的时候 他接了一个移民广告 我当时不知道是广告 他说是帮助中国人脱离古海 去美国就可以享受高质量生活了 在那之后 更加建立我要移民的想法 姓元的这个处人 他真的是很坏 他骗了很多人到美国去 但他死活就赖了中国不走 美国那么好 他怎么就不移民 后来我知道他一直在中国 我在游网问了他好几次 为什么不来美国 他装死不回我 实际上 这都人和移民中间是一种绑定的关系 他们在网上抹黑中国 然后说国外多好多好 把人忽悠了之后 他们再接个移民的广告 然后移民公司就可以办业务了 他们是一条农产业 甚至在美国也有业务 包括移民律师 房产中间 汽车中间 非常齐全 把你往死里炸干 我在抖音上看到很多 拍那种大耗时 赛物价的 都是移民公司进行设计好的 他们还可以找很多美女包装一下 说几句美国不好的话 然后再猛夸一顿 美国枪击很严重 这些基本上 人尽皆知的事情呢 他们大说特说 让你觉得 他好像还挺客观的 也是说了美国不好的 信源的那个傻逼 连这个都要洗了 他不是有句名言吗 人人持枪他才不乱 他说美国枪击那么乱 是因为持枪人太少了 这种坏逼 真不怕将来下地狱 移民中间那包人 真不配当个人 很讽刺的就是 他们每天包人半移民 把国外吹得天花乱坠 他们基本上都在国内 我被他们洗脑之后 就跟我老婆闹掰了 最后离婚 我基本上算是尽身出户吧 因为我当时一心只想去美国 觉得只要去了美国 一切都会变好的 因为尽身出户 没钱 移民肯定走不通了 最后打听到走线这条路 于是就跟十多个 有同样想法的人 一起走线去美国 我们是先飞到厄瓜多尔 然后一路北上 穿过巴拿马雨林 最后来到墨西哥的美墨边境 一路上九死一生 被抢劫两次 我们那一拨人 九个男的 四个女的 有两个是一家三口 带着小孩子 其中有个女的不到三十岁 一路上被人抢劫了四次 他当时说 为了能去美国都是值得的 所以我们当时都很佩服他的勇气 这其中我认识了一个人 他在国内是一个工程师 他也是姓源的粉丝 所以我们就有了 相见恨晚的感觉 一路上聊的非常多 每次撑不下去的时候 就会互相诉说中国的不好 一想到要去美国就顺便充满了精神 他后来也成为我在美国唯一的朋友 我们到了美墨边境的时候 被地头蛇敲诈了一次 才放心 一路北上的队伍 除了我们十几个中国人 都是拉丁美洲的人 我们这帮人跟他们相比 身上都带着很多钱 他们都不明白 我们为什么这么有钱还要来美国 因为他们都是在本国活不下去的 才想去美国喷喷运气活下去 到了美国之后 马上就被抓进监狱 在监狱待了五六个月出来之后 就被专门的人给接走了 会有专门的华人老板过来 接人去干苦力 因为每天都有从中国那边过来的人 华人老板已经很熟悉了 我和那位朋友就去了一个福建老板开的餐馆 那里刷盘子 管吃住 但是工资很低 那个老板还很爱国 每次跟他说中国不好的时候 他就骂我们两个 所以跟老板关系不好 老板看着我们说中国坏坏的时候 就拼命的压榨我们 最后受不了 经人介绍去了一个墨西哥人开的超市搬运货物 刚去的半年 英语也不太会 基本上都是一天有活干 一天没活干 很不固定 什么活都结 刷盘子 搬货 切菜 什么都干 只要能活下来就好 半年后认识的人也慢慢多了 能做的事情也多了起来 英语也学会了点 日子过得很苦 我和那个朋友 我们两个互相加油打气 那个时候都觉得 为了新猪弄美国梦 所有吃的苦都值得 后来就开始送外卖了 也接触到一些美国当地人了 没事的时候还在国内的兵台嘲笑一下小粉红 送外卖的时候就认识了几个在微软工作的中国人 跟他们聊才知道他们都不愿意拿美国国籍 他们都想在美国干几年 然后回国创业或者进大公司 我问他们为啥不要美国国籍 他们说不喜欢美国的社会 去美国仅仅是为了多赚点钱 我当时就觉得跟他们三观不合 也觉得他们是小粉红 我们那帮人去美国拼命都想拥有美国国籍 现在想想觉得好讽刺啊 为了能拿到美国籍 我们一起去举过牌子 拿过横幅在大使馆面前 就说我们是被迫害的 这招十年前还好用 现在美国政府也不傻了 因为太多人因为这个原因来到美国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变过心 一直觉得美国就是人类之光 但是你让我具体说美国哪点好 我也说不出来 因为来美国都是受苦的经历 我是怎么觉醒的呢 就是因为我那个朋友 美国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朋友他被感染上了 他本来身体也不太行 走线的时候还受过伤 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也没人管 就被扔在那 我和我朋友当时都相信 美国政府不会不管他的 美国是叫人权的国家 但是后来我朋友发烧越来越严重 已经被烧了神志不清了 我就到处找护士 真的是叫停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我就眼睁睁的看着他 在我面前咽气 直到最后一刻 我朋友都减醒美国不会不管他的 我经常跟他一起喝酒 聊心事 还畅想未来幻想着 有一天能够都生在一起 他就是我的精神支柱 来美国吃了这么多苦 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体力活 我都没有半句怨言 心里一直有一个美国梦 直到我唯一的朋友离我而去 我去你妈的美国梦 那些工资 我真恨不得把他们千刀万剐 我终于能理解几年前 震惊华人圈的一起杀人了 一位年轻小姑娘 把一个移民律师给宰了 我现在就想跟他做一样的事情 那个信任的工资 现在如果在我面前 我绝对饶不了他 但是他就躲在中国不来 也天天吹美国 我这辈子应该都回不了中国了 也许多年后 我可能在自己的出租屋里 腐烂了 都没有人发现我 我为什么孜孜不倦的 在国内互联网上提醒中国人 不要随便来美国 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有点良心 我不想你们跟我一样被坑害了 还可能有一部分人 他也许不是营运中介的人 但他心里不平衡 想拉更多人下水 所以他天天吹美国多好多好 这样他心里也许能好受点 那你说来美国没有过得好了吗 也有 能来美国留学的人 他们家里差钱吗 美国大学学费多贵啊 他就是不来美国 不管在哪个国家 都能过上不错的生活 普通人就别想了 能飞黄腾打得太少了 很多人来了之后 就等于换个地方生活 你还要受人歧视 而且相当一部分人 生活水平是下降的 有一类的 我觉得你可以来美国 就是你在国内工资 实在是很低 那你可以来美国累几年 省持兼用 而且要非常省持兼用 什么娱乐活动都没有 干了几年就回国 赚个汇率差 基本上这不能就是赚个汇率差 因为这边生活成本比较高 你干几年 涨个67万美元 回国做点小生意就可以了 你别他妈的信的 把国内财产都卖了 一股脑跑到美国来了 等后悔了你心里在阴暗点 也学别人去骗更多人过来 移民公司和油管上那些 反贼博主都有合作 他们会先跟你掏近乎 假装关心你 然后顺着你说一些什么 人口问题 离婚问题 一些社会热点问题 最终指向一个问题 就是体制的问题 一般人经不住洗脑 就会信了他们说的 我就是 他们会找一些 很多国家都会有的问题 跟你说这是体制的问题 然后美国就没有 这样自然而然 就会让很多人觉得 美国就是天堂 小方设谎的传去美国 我这么多年 眼睁睁的看着国内很多专产 在中国本来生活挺不错的 来美国过着 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 以前都是知识分子 做办公室的 来美国 卖菜 开餐馆 送外卖 都是干体育活的 为什么他们会那么 信民主自由那一套呢 因为他们必须信 没有选择 居家移民一旦住了 就没有回头路了 如果他们不找一些信仰 支撑自己的话 他们是接受不了 人生中这么重大的事物的 他们必须找一个 很虚无缥缈的说法 来说服自己 证明他们的选择是对的 不然很多人会崩溃 会精神分裂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少人来到美国 没多久就开始信教了 而且特别虔诚 比美国人还要狂热 我在美国最大的一点感受 就是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 是非常厉害 很多地方都会在很醒目的位置 挂一面美国国旗 而且他们从小就教育孩子 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美国是人类的灯塔 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 就跟传销一样洗脑 让你无条件爱美国 但是其他国家也搞爱国主义教育 他们媒体就会说你洗脑 搞民粹 非常双标 我现在依然可以看到 很多中国人 前不后继的来到美国 追求他们的美国梦 就像当年的我一样 真的很感慨 很多人来美国的最终归宿 就是做起一名生意 好骗更多人来美国 赚那些商店害理的钱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 赛物价的视频 有很多人就故意挑那种 专门供穷人的 或者是快过期的食物拍 而且在美国 其实吃喝还真不算太贵 真正贵的是房租保险 和永远交不完的税 去年通货膨胀严重 我昨天去中餐厅 点了一份醋油土豆丝 是11美元 70多人民币 这就是美国最真实的物价 所以穷人只能去吃汉堡 肯德基 这种油腻食物非常容易导致肥胖 美国的肥胖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 糖尿病也是世界第一 美国跟很多人想象中有很大不同 刚开始有点新鲜感 一段时间后就会觉得 跟在国内没什么区别 都是为了活下去毛路 只不过美国这边管的真的很少 尽量放纵人的本性 所以那些阴暗的暴力的事情 比中国只多不少 连腐败都可以合法化 所以每次看到国内那些 吵得很热的 打人失踪之类的事情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因为在美国见的太多了 已经麻木了 哪怕我隔壁的人 明天被枪击了 我都不会有太大的触动 在美国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都不会觉得奇怪 很多刚从国内过来的中国人 听说附近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都吓得不敢出门 等他们在美国待几年 就会和我一样的 该吃吃该喝喝 谁死的都跟我没关系 哪怕真有一天我遇到了 这就是命 这就是普通人的美国梦 要么你拼命赚钱搬到富冬去 那你风景好 治安好 要么就跟我一样 做好心理准备 万一哪一天自己中奖呢 就这命吧 美国它就是一个超大型的四人公司 拖石像区已经回不了头了 我觉得哪怕有一天 真的跟美国干起来了 美国都打不过 因为战争拼的不仅仅是科技水平 最重要的是工业生产能力 又不是打那种小国 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 稍微大一点的国家 拼的是消耗 靠的是工业能力 所以美国的军事水平被严重高估了 很多人纯败美国也因为这个 木杖的心态 美国现在就像是一个壮年 天天吃肯德基 喝一杯冰可乐 然后又喝了一杯热咖啡 走两步就像大西 但是为了能继续上门找人要保护费 全部都拉哭到你了 那天别人看出来他是虚胖 直接就一脚把他踢走 整条街上都知道他是个虚胖的人 再也不给他交保护费了 音频听完了 最后再告诉广大职人润狗一个消息 拜登政府即将签署一份史上最严格的移民法案 这个法案里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规定所有非法进入美国的人 都不得申请政治庇护 哎呀 真的是乌漏偏锋连夜雨啊 所以想走线的 你抓紧赶快时间吧 哎 多买两个馒头带着啊